哇 今天我們終於來到的故事了 喔 殺螞蟻 可是今天有很多的假先知 他們可能也會不會 我們來聽聽看今天的故事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有人說他已經知道他講什麼故事了 因為他看了這個圖片 他就知道是繼續以利亞的故事喔 還記不記得上一次 超級大壞蛋的亞哈 王他拜 拜巴黎拜那些假神 比別的王 拜的都還要嚴重 而且他還取了一個 更會拜偶像的 太太耶喜別 所以耶和華很生氣 借著以利亞跟亞哈王 他們說 這如果我不禱告的話 他並不會下雨 不會降落 還記得這個事情嗎 哇 真的喔 真的都沒有下雨喔 今天我們要來聽聽看 到底是我們的真神 他真的有大能 他真的有大能 所以我們要敬拜我們的真神 還是我們要去觀看那些偶像呢 如果偶像真的厲害 那偶像會讓天下雨吧 可是我們今天要看看到底誰可以讓天下雨呢 今天我們要進入第75刻 以利亞在加密山的故事 那我們現在要來看到的是 哇真的過了很久喔 到了第三年了 喔已經三年過去了 三年到了 那個耶和華的話 就臨到 以利亞就說 好 以利亞你現在去 你去讓亞哈國王 見你 說我耶和華 看你們這麼可憐 都沒有水 好我現在耶和華說 我要降雨啦 所以 以利亞你去找國王 這以利亞她說好我去找 我要去找亞哈王 小朋友你們曉得嗎 在這三年裡面 因為亞哈王敗偶像 然後他們的地都沒有下雨 也沒有降落 你們知道現在已經變怎樣了嗎 整個這個沙瑪利亞都有大飢荒耶 什麼是大飢荒啊 大飢荒就是沒東西吃 動物餓死了 植物死掉了 人也有一些餓死的喔 所以大飢荒是很可憐的事情 人因為沒有水沒有食物 就這樣子餓餓餓餓死掉了 大飢荒是一個沒有下雨造成的一個死亡 這時候這些地方有大飢荒 那亞哈王現在又有另外一個人喔 另外一個人的名字叫做 阿哈底亞 小朋友說一次 阿哈底亞 這個阿哈底亞他是誰啊 阿哈王他是一個大壞蛋 可是他底下竟然有一個官 這個官叫做家宰 這個家宰他是敬畏耶和華的人喔 哇亞哈王的床間竟然有一個敬畏耶和華的人耶 他的名字是俄巴底亞 那為什麼會講到俄巴底亞 這個俄巴底亞他有做了一件特別記在聖經上的事情 他做了什麼事呢 俄巴底亞他是敬畏耶和華的人喔 有一次喔 耶喜別皇后要把這個耶和華的先知 要想要殺他們 要殺這些耶和華的先知的時候 俄巴底亞他就偷偷的喔 讓這個亞哈國王殺 還有耶喜別皇后殺不掉他們 因為俄巴底亞他把這些一百個先知 偷偷的藏在一個洞穴裡面 把他們藏起來 然後俄巴底亞就偷偷的拿水 給這一百個先知 偷偷的再拿餅給這一百個先知吃 把他們藏好 所以這個壞壞的耶喜別皇后呢 他沒有殺到這個一百個耶和華的先知 所以你們看 竟然在這個亞哈王的身邊 也有經歷耶和華的人 他偷偷的保護屬於他那孩子 那為什麼講到這個俄巴底亞呢 因為現在今天的故事 也會聽到耶和華使用俄巴底亞做事喔 這個俄巴底亞他就在路上的時候 他剛好走啊走 他遇到了以利亞 哇他們兩個遇到了 那欸 俄巴底亞就看看 欸 這個人看起來好像是以利亞耶 哇 他正出來了 他就趕快扶在地上說 你是不是我主人以利亞 哇他問以利亞 以利亞說是 俄巴底亞你現在去 你去告訴你的 告訴你的王 你去告訴他說我在這裡 哦 那俄巴底亞他怎麼說呢 哦 你們覺得他會答應嗎 俄巴底亞他偷偷的保護 耶和華的先知 偷偷進他們水喝 還有給他們品質 現在 比利亞說 俄巴底亞去 去跟你的王說我在這裡 俄巴底亞他好像不敢欸 他說哦 我 你 我有什麼 做錯什麼事情啊 為什麼 你要把我 交在我的國王養害的手裡啊 他會殺我 他會很生氣我耶 哦哦 那是怎麼辦 俄巴底亞不敢去跟 壞壞的國王說 那以利亞就跟他講 俄巴底亞你現在注意聽哦 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來啟示 我今天一定會讓他見我的面 你只要幫我講就可以了 俄巴底亞一聽 平安樂 因為他是聽耶和華的話的人 然後以利亞保證 所以他就好勇敢的 就去找 俄巴底亞就去找亞哈了哦 就告訴亞哈國王說 以利亞要見我 哇 小朋友你們知道這個亞哈王 他會很高興要見以利亞嗎 嗯 會吧 那但是他會想要判他嗎 不會 他會想要殺死他嗎 會啊 不管他的心情如何 他會想要看到 以利亞 因為他本來跟他太太 就很想要殺掉 進來到這個天 不倒到然後都沒有下雨 都急慌了 所以亞哈他就去找以利亞了 哦 哦 你 亞哈 他就說 哦 亞哈就見以利亞就說 哦 你 就是你害我們 都沒有下雨的嗎 就是你嗎 國王就生氣說 就是你哦 蛤 那以利亞怎麼說 哦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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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以色列遭災的 就是你 就是你 還有你 你們全 你的爸爸 和這些國王 你們竟然去拜巴黎 拜假神 拜偶像 是你 你害的 以利亞就說 你現在去找人 然後把很多人哦 就是這些拜巴黎的假先知 二 四百五十個 還有 你太太 也許別 去拜的那個什麼 亞瑟拉 四百個 請他們現在 都到加密山上來見火 四百五十 加上四百 一共八百五十個 假的 假的先知耶 好 然後現在 給我準備兩頭牛 你們拜巴黎的 去選一頭牛 切一塊一塊的 放在這個木材上 先不要點火 然後 我也預備一頭牛 放在這個祭壇上 也先不要點火 如果耶和華是神 我們就要順從耶和華 如果巴黎是神 我們就順從巴黎 我們現在來看看 我們應該要聽耶和華的還是聽巴黎的 結果他們就開始 哦 說好啊好啊 我們來試試看到底 誰能夠讓那個 牛啊 被 被放在上面的牛 能夠燒起來 他們就開始 大聲的叫啊 啊 哈 它嚇得 破啦啊 快速 又都用那些刀子刺自己 弄起來自己啊 脫衣服啊 流汗啊 有雪了 瘋狂啊 跳舞啊 哇 他們自己割自己刺 然後他們的身體都流血了 他們一直跳一直跳 從中午一直跳到晚上 他們就狂呼亂叫 欸 可是有火下來嗎 有火嗎 沒有 都沒有啊 已經從中午這樣子叫到晚上了 他們的巴黎跟什麼亞瑟拉 根本就是假了 現在伊利亞她就罩著雅各的子孫 十二個之派 拿了十二塊石頭 這是耶和華說的喔 一塊 兩塊 三塊 四塊 五塊 六塊 七塊 八塊 九塊 十塊 十塊 十一塊 十二塊 把它放在這個 擺好了 然後就把木材放上去 然後把牛切成一塊塊放上去 而且伊利亞說好 來人啊 拿四桶水 開始倒下去 一桶 不是一桶 倒一次 四桶水倒一次 把它倒到濕 來來的 這個木材也濕了 然後這個牛也都濕了 然後這個旁邊的灰塵也都濕了 然後這旁邊還有水溝也都濕水 再倒第二次的水 倒四桶 好第三次再倒 倒那麼多水 整個都是水 好啊 那麼三次的水 這麼多的水 這麼濕 哇 到了晚上現晚禁的時候 伊利亞就來了 他就說 亞伯拉罕 以上 以色列的神 耶和華 先求你讓大家都知道 你是以色列人的神 你要讓他們知道 我伊利亞 是你的仆人喔 我是奉你的命來做事情的 當他禱告完的時候 然後 小朋友這時候 耶和華就從天上 這樣下火來 然後 把這個 牛的繁記 木材 石頭 塵土 還有這個水溝裡的水 一共五漾風燒光光喔 哇 這時候你們不要忘記喔 今天我們是要看 沒下雨 然後耶和華說 今天我要讓亞哈的坦道 我是耶和華的神 我要讓地下雨 是耶和華要讓地 讓天下雨喔 可是現在假神 這些偶像 巴黎 亞瑟拉 他們根本沒辦法讓天 有什麼 沒辦法燒這個 沒辦法從天有什麼動靜 他們是假的 所以現在他們輸了 那現在 以利亞就對 喔 以利亞說什麼呢 哇 會下雨嗎 以利亞她就對亞哈說 欸 亞哈 你現在可以去做一件事喔 他竟然跟國王說 你現在去吃喝吧 你去休息吧 因為其實亞哈王已經看到 已經看到 estos 其實已經看到像 賣揻組靈 賣衣隻 賣曙瑟拉跟賣瑪 已經出了 他們沒辦法 dzisiaj他們 它說你現在先去休息 然後我現在已經聽到 我想聽到多雨的響聲喔 這是以利亞說的喔 快要下雨了喔 這個雅哈她真的看到了這些850個 她們真的沒有辦法夾仙姿 而且現在以利亞說有聽到多雨的響聲 已經三年都沒下雨了 現在以利亞找到了喔 她跟雅哈已經去吃喝了 這時候以利亞就開始禱告禱告禱告 她就對仆人說好你現在去看看 去看看海那邊有沒有什麼動靜啊 這仆人就來看看海 沒有 第二次你再去再禱告 再去看看這個海有沒有什麼動靜啊 沒有 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的時候 有看到一片雲像這個手掌這樣子大而已喔 像這樣的雲這樣飄過來喔 喔 比利亞跟說好啊 現在 妳去告訴國王趕快 趕快 趕快 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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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騎回家 趕快騎馬回家 不然的話 要下大雨喔 雨要把揚她國王全身臨屍喔 當他說完的時候 全部的什麼天風地暗啊 什麼風雲變色啊 什麼啊 降下大雨啊 養花王 國王他就趕快騎去那個 他也趕快去開了 所以今天我們聽到耶和華是真神 不只他降下火來 把水 塵土 還有牛塊 還有木材 還有石頭都燒光了 而且他還讓天下雨 所以好感謝神對不對 好 我們來禱告 親愛的天父 我們感謝這妹妹 你是真神 我們真的很高興 世界上的人可以有 今天的亞哈的歷史的事實 有這個詩情記載 讓我們知道你是天下的神 你是真神 有能力的神 你是聽以利亞禱告 也聽我們禱告的神 我們愛你 我們也感謝你 求你讓我們知道 今天我們因為我們有犯罪 所以我們跟你相聚很遙遠 但是神愛我們已經看耶穌基督 已經為我們的罪死 埋葬 第三天復活了 若我們悔改 也相信接受耶穌為我們的罪 付上了代價 我們就能夠成為神家裡的人 今天從你特別在我們的心裡工作 如果我們還沒有信耶穌 我們不能夠來到上帝的面前 成為上帝的孩子 因為我們裡面有犯罪的事情 從你繼續在我們的心裡工作 讓我們願意趕快信靠耶穌可以進入神的家裡 感謝擔抱耶穌基督的聖福他們 是 很高興看到你 因為今天我們可以把神的話 藏在我們的心裡